在养鱼的过程中,如何找到一款不伤鱼并且高效的驱虫药呢? 如果我们选择水族药剂,其实大部分都是安慰剂,没有有效成分 下到鱼缸里面一点作用都没有 如果我们选择水产药剂,毒性太大,很可能把鱼缸里面的鱼全部都毒死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帮助鱼有驱虫成功的案例 最严重一条鱼,还是身上它也有好多那个猫头石 然后它的尾巴还有骑上面有那种小白点 鱼有描述,整缸鱼体表有白点,充血,并且大部分鱼体表有毛头枣 这是叫鱼有从鱼身上拔下来的毛头枣成虫 首先我们要采取的措施就是从鱼身上拔下肉眼可见的寄生虫 第二步就是给鱼体表杀菌,并且除白点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不先杀虫呢? 因为目前威胁于生命的是白点病和体表细菌感染 珍珠身上还好,就是尾巴上面有那种小白点 三天之后,细菌感染和白点都好了 我们开始着手杀虫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鱼虫氢杀虫 鱼虫氢是中药成分,主要含死菌子和张树皮提取物 能够很高效地驱除节肢类猿虫和蠕虫 不会伤鱼 这边按照我的要求,三天杀虫之后,我们再来看一下鱼的状态以及体表的问题 然后我看这个鱼,好像有点,有点慌啊 这边鱼友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鱼 这么好的状态,以为鱼有点慌 经过杀虫之后,鱼体表的毛头枣全部都消失了 并且鱼的状态已经起飞 装医 装医